今天我们记录一个墙内底层普通人的离去 代表了这个盛世底层那部分人的命运和挣扎 墙内一个底层火车站的安运工 在高温下干活15个小时 结果人没了 家属只获得了8万的赔款 这位名叫张公钱的物流搬运工 是7月14日去世的 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了 此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同情 我们分享一篇强烈媒体对此事的调查文章 发布于8月9日 文章很长 我们分两部分分享 第一部分 浙江鱼要最热的这天夜里 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钱 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 也没有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个别工友反应 早在出事前两天 7月12日 张公钱就已有重属症状 热得难受 想休息 但代班说请假要扣工资 于是 他在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 于瑶信货运站的监控 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 吃力干活的身影 这位工友眼中的老实节俭 勤快能干的年轻人 多年用一身力气撑起一下老小的生活 如今他的死 成了这个家庭争取赔偿金的唯一筹码 而在谈判桌上 他所实际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 不承认工商一说 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三万元 半个月后 张公钱的遗体被火化后带回了安徽泵部老家 张公钱究竟是怎么死的 生前经历了什么 家属最终也没讨到一个说法 哪条路都走不通 他是从冰柜最下面一个被拉出来的 刘洪霞远远看了一眼 就崩溃了 五天前 他和女儿还跟丈夫视频聊了近一小时 整个人看着好好的 跟孩子有说有笑 怎么再见到就变成了这样 7月15日早上7点多 正在超市上班的刘洪霞 接到丈夫弟弟张晓浦的电话 立马回电追问传信的工友 对方只说 现在什么都别问 赶快来人 刘洪霞以为丈夫干活受伤住院了 他和几个亲友急忙驾车从蹦步老家出发 中午过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 刘洪霞如雷轰顶 扑晕了过去 傍晚抵达于遥市阳明派出所时 已过了五点半 明景已下班 之后他们跑了殡仪馆 去了张公钱的出租屋 找了他的工友 只从三个人那里打听到 张公钱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加了安 有出现中暑 晕绝的情况 没有就医 但这三人军事货运西战其他线上的工友 并非青年所见 只是事后听说的 而与张公钱一条线上的工友 要么否认上述说法 要么表示不知情 刘洪霞曾用丈夫的微信 从工作群里加一位知情的工友 第二天发现丈夫的账号被踢出了群 此前加了好友的几位工友也把他删了 后来 其他线上的工友也不大愿意说了 走访期间有个工人说 张公钱那条线几乎都是代班人的老乡和亲戚 有些人包庇 不敢说的 他也被人警告过不要多事 小心老板找他麻烦 家属们也咨询了多位律师 律师表示要搜集证据 证明张公钱在工作期间发病 且在48小时内死亡 即可认定为工商 搜集证据有三个方向 一是证人证言 二是是检查明死因 三是工作场所的监控 在什么都不肯说的工友面前 他们无计可施 一度寄希望与警方数据死因证明和调取监控 但接近民警同名达多次向家属解释 当天出警后勘察了现场 做了表面尸检 以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可能 警方便无义务继续调查 后续要找相关部门 而表面尸检无法明确死因 如要解剖作理化尸检 家属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 之后家属咨询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 对方表示死亡原因鉴定 一般血器官衰竭之类的直接死因 至于能否定性为热射病 要看相关症状是否明确 热射病即重症中暑 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 人体控温系统失效 导致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 伴有皮肤灼热 晕厥 多器官衰竭的高脂死率疾病 发现张公前签了劳动合同和交涉保后 他们还咨询了于药市社保局 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 前日答复既非上班时间 上班地点 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 无法申请工伤鉴定 后者则明确说 即便做了理化尸检 确定死因是热射病 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 职业病诊断实际上是要求国家工伤基金来赔偿 这个是有限制的 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发病 你申请可以 但我们肯定给你打底是无职业病中暑 一开始只想查明人是怎么死的 问了一圈下来 刘洪霞犹豫了 理化尸检要从头胸 付全套解剖 我不忍心动他 其他亲属也认为 既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职业病 便无必要去打扰死者 刘洪霞心里乱得很 打官司如果有胜算的话 我也可以打 我们收集这么多天 一点证据都没有 走哪条路都走不通 张小普想的更明白 人都不在了 家里以后还要生活 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多要一点赔偿 公司怎么样都有责任 简单一句话 在这里跟他干活出的是 杭州湾物流公司的老板 自始至终没有露面 只派了一个职位不明的代表 小桑与家属接触 7月19日 在警方和街道的调节下 家属与小桑进行第一次谈判 刘洪霞记得 全程不到一小时 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说 另三方不怎么发话 互相之间倒是用当地话说了不少 但他们听不懂 提出60万赔偿时 街道的人讲了一句 你要这么多钱有什么依据 小桑择替公司表态 可承担小金额的桑葬费 但不接受以工伤为由索赔 请家属继续走法律途径 7月25日第二次调节 家属将赔偿金额降至32万 小桑表示公司只出3万元 他们愤然离奇 街道的人让双方各退一步 小桑出去给老板打了几分钟电话 结果与上次无异 彼时张公前已在殡仪馆放了10天 家属也跑了10天 处处碰壁 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 刘洪霞每天一出宾馆门 就感觉喘不过气 头晕到几乎站不住 只能强撑着 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不能添乱 这边事情毫无进展 家里那边也让人消心 8岁的女儿托给同事照看 在陌生的环境里 孩子哭闹了一晚上 他开视频哄了一小时才睡着 刘洪霞母亲是聋哑人 独自在家 精致相当于3岁小孩 不会做饭 刘洪霞每天看家里监控 看有没有人给母亲送饭 结果经常看到他站在家门口左右张望 上一次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是春节前父亲住院去世的时候 他估计母亲心里大概有恶数了 能挣多挣 能省则省 7月22日 到于瑶后第七天 刘洪霞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 于瑶西会运站 下午4点 日头依然毒辣 空气像是被炙烤过 询问宫有无果 他无力地靠在墙上 看着他们汗流加倍的装货 出了神 特别心酸 他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么样的 只听他说过班的是插牌 灯具 衣服之类的 但出事后看他工作群里的视频 都是冰箱 空调这些大件的重家伙 一般小伙子吃不了这个苦 受不了这个罪 都是40多岁以上的居多 当工前的表姐夫徐广田 今年51岁 以前是干工地活的 这几年也在货运西站工作 六月下旬应病回了老家 他说 装卸工流动性大 干几年的基本没有 很多人到这儿干一阵 觉得累 工资低 就走了 五六年前 张工前由他介绍来这里干活 一直干到现在 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多涨到六七千 张工前吃苦的静儿 从小就练出来了 他小学三年级辍学 家里四个小孩 作为老大 他常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再大一些 张工前到镇上的木板厂 做学徒 二十岁出头 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 在浙江亦屋一个食品厂上班 每月工资一千上下 那时家里开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 他自己也没少发愁 好在这份踏实 被游洪霞一眼相中 那时他父亲因车祸卧床 哥哥在海南开船 常年不在家 家里因此考虑招叙 两家相聚不远 张工前父母也同意他做上门语婿 两人谈了两个多月就结婚了 这个人特别暖 刘洪霞说 他生女儿是抠腹产 坐月子不能动 不能碰饰 丈夫专职在家给他做饭 一人承包了所有家务 小孩尿不已是他喜 去年年底 刘洪霞父亲患癌住院 张工前赶回家 本想照顾老丈人 但因皇马得在家隔离十四天 没想到没过十四天 人就走了 刘洪霞失眠了好一阵 他一直在旁默默安慰 张工前在外辗转打工多年 一有假期就会回家 他不抽烟不打牌 就在家陪孩子 分担家务 偶尔一家人出门溜个弯 去县城逛俄街 生活简单而知足 自从张工前在霍宇西站干活 就很少回家了 请家要够工资 两人都空闲时 多是开视频聊天 刘洪霞常叮嘱他 干活要是太累太热 就请假休息 大不了少添工钱 他每次都答应 但不一定会这么做 自打结婚 张工前对钱就很在意 为这个家 能挣多挣 能省则省 像在出租装空调这个时 他知道说了也不会去买 张工前在离回云西站 不远的丰南村 租了一个瓦房单间 房租二百元 除了床 家电家具都得自己配 他没装空调 只买了两个小风扇 房东记得 几年前他表姐不带他 来这里租房时 他不怎么说话 身上估计没钱 房租没交 连被子也没有 不知从哪里捡来别人不要的被子盖 表姐不宜说 才扔了 祝他对门的前公有刘涛说 张工前连吃饭都很节约 很少买肉 去年冬天他一个萝卜吃了一天 吃完萝卜 还用腌萝卜的制饭面调吃 平时他还会在货域西站捡些背铁皮 用电瓶车一点一点带回来攒着 每个月能卖两百多块钱 张工前的口指对自己 对家人却很舍得花钱 刘洪霞说 女儿要什么他买什么 在家常常骑电动车出去转一圈 孩子手里就会有点值得玩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 他还给女儿买了一个比他还高的兔子玩偶 女儿每天都抱着他睡 每年情人节 五百二十 母亲节 生育 张工前给妻子的礼物都不会缺席 去年情人节 超市人很多 刘洪霞正在收银台忙着 丈夫突然带着女儿出现在眼前 把藏在背后的鲜花拿出来 递到他面前 说 老婆 请人节快乐 讲到这里 刘洪霞用手轻轻开掉了眼角的泪 到于瑶的第三天 确定警察不会在调查后 家属又去了一趟出租屋 把张工前的手机拿出来 刘洪霞不知道密码 就用自己的示威一下 竟然打开了 那一刻 他明明中觉得是不是丈夫想最后给他一点线索 打开手机后发现 7月14日夜里11点18分 张工前的代班汪买清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响零53秒未接 紧接着又给他发了两条微信语音 说觉得不舒服就去开点药吃 假如是感冒就开发烧药 仿佛抓住一根稻草 家属去问律师 但律师说这不算什么证据 希望又破灭了 7月22日 家属去货运西站问汪买清 对方还是坚称14日张工前没有中暑 也不知道他舒不舒服 家属质问 那你怎么会给他发消息 汪买清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工前死后不久 左邻右舍就都搬空了 只有他的租屋仍是原来的样子 电饭包里剩了一点饭没吃完 砧板和碗没来得及洗 冰箱里放着一盘炒好的菜 四瓶啤酒 几条辣椒和一根西葫芦 冷冻层冻了八瓶水 应是准备带去上班喝的 妻子给他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子不舍得穿 一直放在身边 墙上挂着的蓝色双肩包 是他二月份离家时被走的 刘洪霞记得那天早上五点起来 送他到村路口做大巴 他背着这个双肩包包里塞满了自家种的花生 拉着行李箱 手上还拎着他准备的面包 零食和水 他要赶一天路 去开始新里年的劳碌